来预备 开实 小朋友的笑声仿佛芝麻开门的咒语 副市长蔡炳坤以及文化学长叶树珊 当场从气球里蹦出来 开心向大家宣布 今年的儿童艺术节正式开幕 今年儿童艺术节 今天在这边正式开始 那么这一次各位看到整个园区 全部都有我们很重要的活动 这里三天哦 三天天天天有表演 这是让各位在这里可以看表演 看得到听得到还摸得到 进入四月份 马上迎接三天的连续假期 台中市政府今年以巴爱屯作为吉祥物 将文心森林公园布置成像是游乐园一样 处理邀请许多表演团体进驻园区 另外还安排不少互动式的游戏 像是眼前的彩绘区 就相当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猫咪 猫咪哦 你觉得喜不喜欢 喜欢 美人鱼 美人鱼哦 你是请他帮你画的对不对 儿童姐啊 就让他们出来活动一下 然后接触一下那个 就是这艺术气息 我们就是希望说 小朋友透过玩 体验的过程当中 能够播撒艺术的种子 所以可能比方说 脸上会有彩绘 手上有彩绘 那里面的色彩 造型 线条 对小朋友来说都是启发 为了增添活动的艺术内涵 国立台湾美术馆 今年全力支持这项活动 官方把知名画作 放大成装置艺术 让游客可以走进画中 留下难得的照片 另外在活动现场 还有一条超大型的独木舟 透过地景呈现的方式 让大家共同填满颜色 场面相当转观 我们透过这样的颜色 也请全部的这些儿童朋友们 一起来参与创作 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表达 我想这样一个集体创作 跟严晓龙先生的 这样一个丰富色彩的 一个艺术表现 我想结合的相当的充分 那我想我们这次也特殊的 就是说把这样的原创性的概念 然后导入到这次的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年当中 最特殊的一件作品 从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 一共三天的连续假期 文庆森林公园 将会有一系列的儿童节庆祝活动 另外在竹舞台部分 每天都会有四场大型演出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 千万体验 记者洪嘉宏 天主持人